小江 小江的事 就是她报的计划 这些资料 我能快两个小时 就给她循环这个说法 你之前认识她吗 不认识 没印象 她说什么 循环 在车上不停地循环 这听起来很荒诞 但她坚持这么说 而且她还不是自己一个人 她好像很关心 警察有没有出警 这就是疑点她很关心 而且特别关心您 说在之前的循环里面 看到您跟小江 怎么这次没有看到 所以我才会问您 是不是之前认识她 而且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 我们的专案组才成立 她怎么知道你跟小江呢 张警官 李世青 李世青 询问笔录我看了 你提到的循环 我基本上了解了 我看见里边你说了两次 为什么没有看到老张和小江警官 是吗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会出现在这次行动当中 因为之前每次出警你们都会在啊 因为之前每次出警你们都会在啊 但我这次没看见你们 我就以为是你们出事了 我们是四十黎明警官 小江警官吗 小江警官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是我报了警 江警官才牺牲的 你报警没有错 正因为你的报警 我们提前部署 才把公交车拦在了跨江大桥上面 李世青 遇到紧急情况即使报警 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事故发生之后 积极配合警方把事情讲出来 也是每一个报警人的责任 你懂吗 我如实说了 可是不管我怎么说 我说不说实话 你们都不相信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李世青 我还有几个疑问想问你 报警之后 你马上就把手机关了 为什么 我想让你们马上出警 不要浪费时间 在电话里问我话 因为时间真的太紧张了 关机之后 你在离开站台的时候 嘴里嘟嘟囔囔的 你是在自言自语呢 还是 跟其他什么人在讲话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这个男孩你认识吗 您掌握病新线 没问题 哈哈 себя还是乘 savory啊 哪个手呢 非常如画 你想在这 Gir光 发示一样 你们想偷匀 不想这样 我们只要 喂 喂 喂 也是这样 谁啊 小侯远 你 你还在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睡吧 睡一觉就好了